是不熟的话,没关系,我们这个等一下会一个一个做 我刚刚讲的动作,其实最后可以变工作比较整合的一个按钮 按下去的话 在第1期这边前三个月按下去 全部通通过来了 从第1个月,第2个月,第3个月 OK 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做?首先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step by step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地方需要几个段 如果说你还不太会写VBA程式的话 我建议各位就是说,你可以先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来解决 然后再来慢慢改 可以改得越来越好 OK 那怎么做?首先的话,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第1个就是说,在录制聚集的时候 你需要哪些步骤 第1个步骤就是说,假设我今天特别需要,你要知道说 录制聚集的话有个重要关系说 你现在的游标是在哪一个工作表上面 这很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放错位置的话,会录不到那个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第1个先在第1季里面 然后把前三个月的东西放过来 那你会发现 第1季第2季第3季 它们的动作都一样 都一样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是说,我这边复制 切过来的时候 贴上的时候 我必须要让它怎么样 让这个范围C 再切过来 Ctrl V的时候 我必须怎么样 让这个 你不能在2月再切过去 再贴,它会贴到原来位置 必须 做几件事 第1个 Ctrl向下 为什么,因为我贴 一定要贴到这个的最下面 那可是这个时候贴,对不对 不行嘛 因为2月贴,它会把 1月的最下面一笔 盖掉,所以怎么办呢 再往下 再往下 就是 这个时候,你们可能要多学一个就是offset offset就是哪一个储存格 offset指的就是说 你要向左 或向右 或向右 向左 或向右 或向上向下 你可以用offset的这个方法 去达到那个目的 那怎么做 我们逐步来看 OK,首先的话 第1个 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你可以第1个 如果说你用录制聚集来达成的话 你只要录一个 其他的方法都一样的话 那怎么做 第1个 录制聚集 然后呢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叫做工作表整合好了 名称也许叫做 工作表整合 好,然后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接下来 邮标切到 1月 这边就先在第1季的切过来 然后邮标呢 放在 A1 不过滚轮的动作 它也会录进去 等一下可以把它删掉 A2 然后Ctrl Shift向右 向下 把 Ctrl是指方向 Shift是指选取 向右选取 向下选取 或者是Ctrl Shift加END也可以 刚刚Ctrl Shift向右加 等于是Ctrl Shift加END 不过Ctrl Shift加END 有的时候会容易 跑掉 它放很容易跑掉 所以 比较建议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会多一行而已 再Ctrl C 再来切到第1季 怎么样呢 邮标放哪里呢 放这个地方 有没有 把它贴上 好 贴上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第1个阶段 那2月3月其实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改写呢 第1个停止录制 再切到聚集里面呢 有没有 里面就有个工作表整个 把它编辑一下 那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 选取 有没有 选取 1月的 这个语法 就是点字类的 有没有 那当然你可以改成 如果不要是1月的话 你可以 用什么 用它的 它的index 就是它的 第几个 你可以输入 1也可以 1跟1月 都可以 然后一个是数字 一个是 它的名称 那底下的话 我们会 有什么 Active window 什么 small score 这个都可以删掉 这个因为你滚轮的动作 它也会入进去 所以通常 如果你滚轮的动作 它这边有一行 这个什么 small score 什么什么 这些都可以删掉 没关系 然后再来 游标放在A2 再来就是什么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来copy 对不对 再来什么 再来就切到 第一季 然后再来 游标放在A2上面 OK 贴上 好 那可是这个动作 如果我要把它 repeat的话 怎么办呢 首先的话 你要去思考 总共我们工作表有几个 这里的工作表有几个的话 我这边先把这边 按tap好了 下一阶 先打那个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工作表有几个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for 前面有类似 我们也这样for i 只是说这个i是指工作表 工作表 不是指那个列 for i 等于第几个 第1个工作表 到 到第几个 你可以到第3个 或者是说 如果我将来的那个 总共有几个 有没有 如果将来 那你可以 这边有3个 你可以1到3 可是如果今天 我不知道说有几个 我只知道说 我 最后一个是我要贴上的 其他的 就是什么 总共有几个 那你怎么知道工作表要总共有几个 其实各位可以记一下 你可以用这个蛮 蛮常用的 就是shits shits指的是工作表 工作表的物件 记得加s跟sales 一样 点 点什么呢 点count c-o-u-n-t 这个 就是这个 shits.count 他可以用来 计算 你现在这个 工作部里面 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然后呢 因为最后一个 不能够算进去 所以怎么样 减 1就好了 因为最后是一个 我们要 贴过去的 然后 再来 Enter两下 nest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达到 每一个工作表 他都可以帮我去做 回圈了 接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程式码这样 把它贴过来 把它移过来 然后并且按一个 把这个范围 有没有 再按一个 Tab 键 因为你移进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就是他没有缩牌跟有缩牌 有没有明显 有没有 就 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记得 缩牌怎么说呢 记得选取他按 Tab 键 再来做什么事呢 因为我的动作刚刚是 Shift 有没有 第1个月 Selix 可是底下 第2个月 第3个月 第4个月 那你可以把1月改 改成I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第1个 第2个第3个 然后再来是A2 没问题 因为每一个工作表都是A2 A2 所以这个地方A2 然后感触 Shift向右向下 这也固定的 Copy也固定的 移到1月也是固定的 对不对 那 特别注意贴到哪里呢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有没有 我刚刚讲了说 第1次是A2 对不对 第1次是A2 没错 可是之后的话 就要向下 然后 还要在Offset 这一个 然后再贴上 所以 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 那我要怎么样让他 第1次 那你当然可以做个判断的 方法很多 如果 I 等于1的时候 then 有没有 如果I等于1的时候呢 那 Range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Range A2.slate else 反之 andif 先把那个结构 就是说如果他是第1次的话 那就是A2 没错 可是如果不是第1次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 那就是 请你Ctrl向下 并且在下一行 对不对 那这个写法怎么写呢 Ctrl向下的话 特别注意 这边各位可以用 刚我们本来是用Range 这边你可以用一个叫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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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就是说我现在由选举的那个范围 选举的那个范围 点下去 有一个end end 指的就是说 然后呢 这个selection 其实selection 这边也有 selection 如果 这边也有 有没有 所以或者你可以 把这个 复制下来就可以 把它复制下来 让它到 这个最下面 然后后面加一个点 slate 就是 让它移到最下面去 然后 再往下 就是它会 跑到最下面一个储存格之后 然后再往下一格的话 你可以再 输入一个叫 Active Sale ActiveSale就是你游标现在放的位置 在哪一个储存格 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叫offset 我刚刚有讲offset 这个 那offset他会问你说呢 你要 向 有没有 向 列 几列呢 向下一列 然后呢 要不要向右呢 不要 这样的话 它就会 就是向 向下一列 后面记得也是什么 点 select select 就是说 它会 向下选取 一列的意思 应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offset还蛮好用的 以后的话你要让那个 你的 就是 你游标位置 向右 上下左右都可以 你可以 你现在的位置 ActiveSale 记得Sale不要加S 因为是那个Sale offset OK 然后再把它贴上 贴上 nest 这样的话 不就完成了 应该 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说 修改的话 恐怕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我刚刚大概就改了几个地方 一 先把回圈跑 把它写在上面 二 把刚刚录的东西放在中间 三 把这个改一下 然后再改这个逻辑 还有这个 其他人都没改 好 那写完之后 试试看好了 看看能不能walk 如果可以walk的话 那就OK了 那观念上应该都可以了解吧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没有把握 千万不要直接按这个 你按下去 我也没有把握 一次就搞定了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先把这个地方清藏一下 清掉 然后再来的话 然后 F8 所以现在是 先 第一个 那现在在第1季 切到 切到1月看看 切过去 切过去 A2选取 向右 向下选取 Copy 切到第1季 如果是 第1月的话 就A2 A2 把它A2点一下 有没有 这个时候 A2点 就是游标放这里 然后再来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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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OK nest 所以1月应该 没有问题吧 再来2月 2月的话 我们现在是 这个 2月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是2月嘛 对 然后 A2 一样 其实都一样 然后向右 向下 Copy 切到第1季 切到第1季 所以这个时候 第1季 已经切过来 然后呢 因为 I现在 不是1月 不是1月 所以是2月3月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执行这一行 Selection 它的那个 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选 帮我选到最下面去 就这样 方向错了 有没有 所以这地方 Copy的都记得 Core下面这个 其实就是 这一行把它改一下就可以 这个方向有没有 错了 应该是 我要移到最下面的列 不是最最右边 所以错了 这个都怎么办呢 这也是除错技巧 如果你错了没关系 可以倒车 其实所有的程式语言里面 好像也只有 VBA里面可以倒车 什么叫倒车呢 因为你做错了 你可以把这个箭头移上去 再做一次 因为刚刚是 跑到 右边去了 其实我现在要跑下面 所以改一下 再 移下去 有没有 然后再Offset 一列 有没有看到 可是刚刚 那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说 像这个又是 经验的 因为我刚 我们应该是移到这边才对 那怎么办 没关系 Ctrl加G 这个时候 这个应该书里面也不会讲 这个也是经验 如果说你要执行 某个动作 比如说我现在 Range 不然我要重跑 没话我可以 Range多少 A 如果我要把游标放在A32 上面的话 那我可以怎样 A32.slash就好了 就是说你可以动态的去 改变程式 你按Enter的时候 它就过来了 这个是额外的 因为这个动作是 因为我刚刚做出来 要弥补的那个 为了要弥补 所以 不然你从程式要重跑 重跑要让A一个时间 懂意思 有时候程式 除错的 技巧 OK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回到刚刚这地方 让它继续跑 所以它已经Offset Offset 然后继续 贴上 所以这样 有没有 贴上 不行 因为刚刚已经 因为刚扣扣扣扣 扣扣扣 所以没办法 没办法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因为刚刚漏了一行 所以 OK 所以 我们再来一次 那不过没关系 这地方 我就 设个中断点好了 不然的话它跑很多次 干脆在这里贴上的时候 中断一下 所以让它跑 OK 好 跑到这里来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 要贴上 1月先贴上 对不对 再来NAS 再来2月 切到2月 COPY 然后 2月 最下面 这样才是正确的 刚刚是因为跑到最右边 然后 下一列 所以这两行很重要 很好用 有没有 以后如果你要跑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请你把这一行记下来 如果下一 下一列 如果下两列 可以 Offset的2就好了 OK 然后就 再来贴上 2月我们要贴上 对不对 再 NAS 3月 然后3月选取 Ctrl 向右向下 COPY 切到第1季 然后 最下面 选取 再 下一列 再 back 然后贴上 NAS 结束 如果你要更完美一点 因为你贴 你现在 笔数在后面 如果你要 更贴心一点的话 你可以 多加一个 就是跳回到最上面 有的时候我会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Range A2 A2 点 SLECT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话有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游标 自动怎么样 因为你贴完之后它会跑在这里 那你变成你要的一定要 然后再拉上去 你才可以看到全部的资料 那我变成 多做一个动作 到这里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 程式码应该就 我已经写了 不过这个好像 写的又跟之前不太一样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等一下 也会把我刚刚写的 写的那个 把它在COPY贴过去 另外你们在云端上面 这个是我之前 写的也是大概类似 选A2 如果你录制 以下是录制聚集的方式 Ctrl 去向右向下 副制 切过去贴上 向下一列 这个差不多了 可以各位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bset的那个 正跟